欢迎来到Drama Subway 好剧宅急送 白发造型很少有人敢尝试 因为白色的头发非常考验颜值和肤色 一般人难以驾驭 但在那些颜值高的明星身上 白发不仅不显朗 还把明星的气质给衬托出来了 今天就让我们来盘点一下高颜值的白发明星吧 新剧白发造型 1.且是天下洋洋 洋洋新剧的白发古装扮相一出 观众们就坐不住了 强烈要求且是天下早日定当 且是天下讲述了一对武功高强 权倾天下的王者夫妇闯荡天涯的故事 剧中洋洋饰演的是心机腹黑的野心家 最心于诠释的他与女主逐渐离心 在女主垂危之际才幡然醒悟 他选择耗尽功法拯救女主 一夜变老瞬间白头 白发的洋洋也格外风神俊朗 穿着蓝色长袍 与一身白裙的赵露丝在片场热谈 甜蜜打闹的互动格外可爱 说两人是神仙眷侣也不为过了 2.安乐传 一臂热巴 颜值超高的热巴也不甘落后 安乐传路透中他一身红衣 满头白发披散在脑后 发型师还给他做了精致的编发 原著里此处的剧情是女主听说男主战死的消息后 悲痛欲绝 一夜间头发半白 剧里应该是为了剧情效果 改成了头发变为全白 还有网友形容他这个装扮特别像权力的游戏里的龙妈 两人都是拥有着复杂感情的美貌白发仙女 不知道热巴会在剧中如何演绎呢 期待她的表现啊 3.沉湘如现 杨子 诚意 沉湘如现是难得男女主都有白发造型的古装剧了 剧中诚意饰演的角色不仅满头白发 还双眼失明 楚楚可怜的样子让女主和观众都心疼了 被网友们赠送了美强惨的称号 杨子在剧中的白发战损造型也引人注目 她戴着白色冬帽 帽子下露出灰白的头发 眼神里满是悲伤 观众们感觉可以脑补一万字面心的剧情了 只希望男女主的感情在剧中有个美好结局 4.刘光颖姚池 姚池身着紫衣一头白发 边抚情边沉思的模样 让网友纷纷沉醉在她的美貌里 整部剧姚池都会以白发示人 与其他剧里张扬邪妹的白发角色不同 姚池的造型显得她像是一位翩翩君子 眉眼间全是温柔 剧中她是性格高冷的男二 自知活不过三十岁 在遇到女主明白什么是爱后 选择与命运相抗争 这个悲情又勇敢的角色 让网友们直呼心疼 女主不爱你 观众来爱你 5.护心红明浩 红明浩作为人气超高的新一代小生 颜值上的优势不用多说 她和周也主演了仙侠剧《护心》 讲述了混吃等死的一条米虫 被迫给恶龙打工 拯救天下的故事 彭明浩就是故事里的男主角恶龙 她一头白发被编在脑后 用一个金扣竖起 两鬓的发丝完全不累准 反而给她增添了几分潇洒 配上她精致的五官 罗整一仲一邪的气质 受过情伤但荣愿潇洒去爱的桀骜小龙 一下悦然纸上 也难怪女主会乖乖给她打工 谁会不爱帅哥呢 6.七十吉祥丁雨昕 丁雨昕因为传说中的陈倩倩 而晋级为许多观众心中的好男友 这次她和杨超越在新剧《七十吉祥》里 扮演了一对因为误会而结仇 打打闹闹的欢喜冤假 现实生活中 杨超越与丁雨昕也是不打不相识 两人曾一同录制过心动的信号 在节目中斗嘴不亦乐乎 官方发布的预告里 杨超越映入既往的俏皮可爱 而丁雨昕一改往日的形象 顶着一头白发帅气现身 丁雨昕穿着一身白色衣袍 配上竖起的白发 仿佛全天下的血都落在了她的身上 她的脸上也满是忧郁 让人忍不住猜测 她与杨超越剧内的感情线的走向 毕竟谁也不忍心让这么不落凡尘的仙君伤心啊 7.苍蓝爵王赫帝 绿龙里的王赫帝虽然帅 但白发造型被观众疯狂吐槽 说白色假发太粗糙不柔顺 考虑到观众的意见 王赫帝在新剧苍蓝爵里的白发造型就精致了很多 她的白发非常柔顺的P3在背后 配上王赫帝帅气的脸庞 很有大魔王的模样 她把鱼书心按在墙边亲吻的样子 霸气又温柔 剧里娇俏调皮小兰花爱上口贤体质大魔王的设定 就让人觉得很好客 希望此剧能早日和大家见面 经典白发造型 1.竞双城李一峰 最近李一峰贡献的白发造型令人惊艳 P3在她背后的白发看起来很飘映 几根编发格外强劲 粉丝们称李一峰为云荒大陆第一美人 竞双城里她饰演的是背负教人家族希望的海皇 意外爱上了太子妃 两人展开了纠缠体式的爱恋 剧中她瞒着女主牺牲自己 一夜白头 完成了对女主最后的守护 也成了观众心里的一男评 我们只是想看李一峰的绝美造型 并不是想看到男女主的故事以悲剧收场啊 2.三生三世枕上书 高伟光 三生三世枕上书播出的时候 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东华帝君所倾倒 他天生一头如丝白发 自带只可远观不可卸玩的高冷仙气 与不时人间烟火的清冷感 一出场便惊艳众人 也难怪热巴只见他一次便对他难以问怀 扮演帝君的高伟光 无关立体 身高优势明显 可以很轻易地塑造出上神的高冷感 紫色金线衣裳与白色头发是绝对比感明显 身上没有佩戴过多首饰 因为新人出城的气质本来就不用过多装饰 剧中他与粉红一群的热巴格外般配 天真活泼小狐狸爱上温柔高冷仙君的故事 观众们现在还在默默回顾 高伟光的白发造型功不可没啊 三 白发 张雪莹 李志庭 在白发里 男女主因为特殊原因都白了头发 这算不算某种意义上的白头到老呢 白发讲述了绅士坎坷长公主 与异国王子误打误撞的相爱故事 男主李志庭五官精致立体 演技不错 白发的造型更是显得他气质不俗 张雪莹饰演的女主也顶着一头白发 霸气又潇洒 年小腹白的他成功地降与起了这个造型 两人满头白发深情对视的样子 很有CP感 不愧是白发情侣的鼻祖 四 幻成马天宇 马天宇也是不容忽视的神言代表 他在幻成里扮演的冰雪王子英空世 是多少观众心中的白发top1 马天宇的五官精致柔和 蓝色美瞳与额间的宝石相呼应 一头白发造型 由于气质尽险 仿佛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男主角 在人人吐槽的幻成造型中 他是其中的一股清流 这得益于马天宇出色的外貌和演技 虽然他不算很红 但每次出现都能引起一波讨论 希望马天宇以后能多多出来拍戏呀 谁的白发造型最让你惊艳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我们是Drama Subway 好剧宅即送 记得订阅我们哦